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我们围棋职业棋界现状的棋友肯定很清楚 我们维甲赛场就是精力智能手机杯维甲赛场 它是一个群音会 参加赛场表演的这些棋手都是高手 无论年长一点或者是年轻一些 或者是名头大一些 名头小一些都是高手 那么都是高手 所以这两位乌光亚和廖行文 廖行文也是应该说儿童时代大概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可能比较小 廖行文名气要大一些 略胜一筹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陈老 陈祖德老师 就非常看好的一位棋手 天赋都很好 但乌光亚当然也很出色 行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结合棋局来聊 好 我们先进入棋局 很好的一盘棋 还是这样吧 先拽一个题目 先给大家安一个题目 就是说我们说现在年轻棋手的棋 确实跟过去不同 我每每都是想给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他们的棋 因为有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对比的话 使我们棋局看上去似乎更有立体感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他们现在确实就是大家都非常富有探索的精神 现在棋界已经很少有年轻棋手 谁他身上还有一些什么没守成规的东西 被过去的定势还是怎么样的 很少了 可以说王老师 如果他身上还保留着这样的痕迹 可能站不到这个舞台以上 对 他很快就会被潮流浩浩荡荡的潮流 就冲着来找了 家都找不着了 或者他经过很多次教训之后 他已经会改变他以前的一些想法 都是非常有个性的 非常有实力 有个性的棋手 如果引用维席界 特别常用的一句白话 要有自己的东西 要有自己的东西 对 他们是这样说的 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 不然就没法在江湖上混 是 行我们看 西局 黑棋是廖新文 廖新文 对 黑棋3 我们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是维甲联赛 王老师 廖新文是广西队 广西 吴光亚是来自贵州百灵 贵州百灵 这两支队伍应该说在今年的维甲中 好像名次差别不大 但是总的来说综合实力 我相信应该贵州百灵是更上一层的 对 贵州百灵它历史上几次要冲击冠军 到最后都是一步领先 然后最后维甲亚军 多年的维甲亚军 已经有两次了 在我的记忆当中 白棋新文 对 黑棋挂 开局最近是比较多件的 黑棋下一招 三件高架 黑棋先挂一个 对 小缓之后 三件高架 对 这个类型的布局比较多 对 说起来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议论 现在年轻人 由于他们这种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在棋盘上续盘阶段很容易就下成什么样子 就是东一郎头西一棒 到处撒豆成冰 然后关键是他走完了 不纠结又不走了 看起来好像比较凌乱 对 它埋在原野上种下了很多种子 有些种子也许几十年之后才开始生根发芽 才长成 它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对 王老师我想在这儿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句 不要看他们的棋子貌似很凌乱 实际上这个凌乱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 有规律 希望这种规律他们自己看得清楚 我觉得应该他们看得清楚 但是我这个也没有贬义的意思 就是说围棋盘上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叫博大今生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理得很清楚 如果谁能够把它理得清楚的话 围棋就跟魔方游戏一样了 已经很容易六面全部 闭着眼睛三十秒就可以全部给它弄好了 所以围棋是弄不清楚的 但是现在年轻人热衷于这些变化 我觉得精神非常可嘉 对 因此我刚才说希望他们能够看得清楚 王老师这个清楚说的是最深的那个清楚 围棋上帝的清楚 行我们接着看吧 我们看棋 行下层这样之后 下边一招棋白棋跳 对 紧接着这一步王老师 对这个之前给大家议论过了 是吗 你已经专题议论过了 专题议论过了 就不多说了 另外我没有看到 我当看到这步棋还觉得挺新鲜的 对 那么一度有下这个的时候它尖顶 都有 现在是三间高架的下也没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要议论的话 那就太多 这是一个专题研究课题 没办法 经常我们介绍棋局都只能挑有趣的重要的东西 如果局部都要挖掘那就没法说了 尤其是现在棋 好 白棋下一招尖就正常 黑棋跳出来正常 白棋下一招拆二 乌光雅这个招尔也可以 那么接下来的下法就开始出现 第一个是亦无同局 我们说围棋叫千古亦无同局 下一万年也没有一盘相同的棋 对 那么这种格局更是见所未见 过去没有见过 就是这个格局从来没有过 下边一招棋很有意思 廖新闻选择了一个跳 简单单的小笑 对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堂堂正正 堂堂正正 行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里头有很多故事 他们年轻人有很多新的棋行出现的时候 也有些砖研我相信 在右上角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 非常微妙 说不清楚 就是什么呢 不考虑这些问题 就是白棋将来如果它自己需要做活 需要定型的话 像这个尖是吧 你接 我们注意这个秩序 前往广大棋有我摆的时候 大家也注意一下 尖刺你是不是要接 然后下一步它一扳 你是不是要打 对 差不多是这样 必须要跟着硬 然后你叫吃它就接上 就这个定型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仔细一推敲 发现不是这样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有些推敲 不完全是这样 就是说你尖刺的时候 黑棋是不是一定要接 这个不一定 因为一接再一扳一打 就下成这样了 下成这样之后 几乎还可以想象成有一种定式 过去是这样的 是 这是一个常见的老定式 对 二肩高加比方在这的时候 一肩顶它一肩 然后一扳 下成这样 这样吧 给大家说得更清楚一点 干脆摆一下 在过去二肩高加的定式当中 有一加 它一肩 不考虑这边 光看这个 它一肩顶 是吧 然后白棋一搬 黑棋一打 打吃 白棋再一叫吃 黑棋再一接上 白棋一长 这不是白棋外边多少有点形状 但是黑棋也把脚上的实地拿走了 跳出来 结果我们发现 这个子当然是变成三肩高加了 好坏 长短 你说这招棋和这招棋的交换 谁便宜 我觉得真不好说王老师 这首先不好说 是不是 感觉上 我觉得白棋的眼味得以改善 而且在朝外 应该还可以 但是 黑棋要抬杠 所以我这接厚了之后 你连结材都没有了 对 所以我这个头一下子变得很硬 对吧 好像也有收获 也有收获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来看这个进程 发现面对现实已经下成这样之后 如果白棋能够尖到搬到打到 白棋还是可以的 对 现在感觉 感觉白棋在外边 黑棋在里边还是可以的 但关键是什么 王瑞 你什么时候尖 你尖这个是黑棋有个利益 对 关键是白黑棋 好像不可能老老实实地沾住 它不一定尖 你在白棋要下尖之前 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尖被人家一利益的话 你这个地方有可能亏 为什么 这个地方有头的话 这个子就不沽了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个刺是不是 没有刺到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虽然它刺不到这个 但是这边的情况差一些 将来你要进攻它这些的时候 这个地方味道就差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微妙的东西 这个微妙的东西就是 它好还是不好 不太知道 这个地方非常抱歉 我不能跟广大的汽油斩钉截铁的说一个结论 我倒是觉得 反正 如果我们大家要下 我对大家有个建议 如果你感到白棋这块棋 你怕它进攻的话 你就尖一个算 没错 你看它是接还是立 如果它要立 那么你这块棋的处境就好得多 对 如果它要接你就搬打了 你眼位也好一点 行 说到这儿主要是说年轻人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研究 因为要说起来 本来它跳不必要 王瑞 效率最高 本来应该考虑飞这个 走这边 对 先走这个 然后再考虑 你比方你现在要正这个头 它甚至可以先飞这个 先问你的应手 然后这个地方它呼噜呼噜一起来了 它这边也很大 而这个子实际上不容易死 要说起来是这样 但是它先走这个 可能被人家现在再一次的 马上问你一下 这个你必须接了 这个必须接了 然后它搬打到 这个是比较愉快的 因为你现在不能立 对 所以按理说本来应该飞 它又没飞 说明他们对这些有些研究 那么介绍这个骑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想些什么 对 做些什么 是王老师刚才一说到他们有些研究 我就马上联想到 其实现在职业骑手 他们不仅仅研究这个骑是在正式对局当中通过实战研究 实际上他们还有一种途径 网络 网络 他们下大量的网骑 通过网骑 一个变化可能会有上千种对局 这种大量的实战对局 可能会总结出一个他们认为是好还是坏的一个结论 对 总的来说下的都是好的 俗人生巧 肯定是这样 三天不练守身 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又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作为竞技围棋 当然是这样 你越熟越好 对 但作为艺术围棋来说 围棋的艺术领域来考虑这些问题 发现你有80个好处 100分的话 你熟练之后有80个好处 但是仍然有十几分的也许不足 什么呢 就是疲劳 对 你看一个东西看得太多 太熟了之后 有些时候就像现在所谓的提笔忘字一样 太熟之后 太熟之后也可能 最熟悉的陌生人 马上就会想不起来 也有这种可能 这个是闲话 行 看齐 他跳 跳 那么白琴乌光亚就不理他 加工 这是大厂 黑琴下一招 廖新闻 当头一震 很凶 当头一震 我们接下来看 白琴当然是先飞出来 是吧 黑琴在紧紧的欺负他 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就是 黑琴想下在外头 然后建立空中优势 对 对全局有些影响 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不好说反正就有影响 他就是这个理念 廖新闻也是紧紧的盯着这块琴 对 盯着 虽然盯着白琴当然也不怕 白琴出头 下边一招琴也有意思 如果你现在单走这些 他当然就出来 对 你要走这个他就搬出来 你走他就接都可以 那么廖新闻他可能做了一些研究 这个琴他就是来刺 这点看起来也像是琴型的要点 是一招 但是真正是琴型要点的 应该是这个 这招琴是最功夫 我是想推荐这招琴 要下的话好像 这个有意思 你走这个他接 你将来连 你要连 必然是这个连 你不连我就切断你 所以他靠白琴下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不知道白琴下什么 因为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他再长了 这招琴真好点方 点方 正是一个要点 点方是不是又好 也很难说 但是他反正先点了方再说 不知道这一点他爽还是不爽 我觉得这样的交换应该不错 可以看出点的时候 这两步交换 黑琴不亏吧 不一定 但是他反正点着方 他总是心里有一个自我安慰 风方必点 就这个意思 不绝对 他走这招琴 走这招琴 那么乌光雅 下一招就定型了 搬 挡住 叫吃接上 因为这个变化我们也不能推敲的太细 也很难推敲的很细 他下一招 这个变化应该还是我觉得是探索的一个阶段 对 26 那廖行文这个叫吃排杠 接着打吃 对 王老师这个打吃有没有还手 没有 他挤压这个形状 它是一个挑战 他自己行骑 因为这两边他不能够坚固 他要欺负他 所以他先走这个 乌光雅这招琴屈服了 走成这样黑棋便宜了 这棋我觉得还是要下这个 走过来 应该搬这个 因为他直接冲 冲不断 对 冲这个是打结 不怕 这还漏着 显然不怕 最怕的是他走这个 走这个你就把他抱死 那我这边冲过来 他一穿通你就划 因为外边已经大手了 把这边看清 所以黑棋这招琴按照齐礼 所谓的齐礼 他只能先尝 保证监视先手 才能威胁他 但是白棋也不怕 就贴就行了 对 你要走这个的时候 他虎这个就行了 你要走这些搬出来就行了 他就转换了 待会他在这活得很舒服 好 这个地方也就没法多说 总之我推荐他是要走这个 那么乌光亚下了这个 廖星文尝到这个 还算可以 这个是很大的头 这个是中央的大头 白棋乌光亚下一招一搬 下成这样 王瑞 他是毕竟将来有一个这个东西 还保留着 毕竟有一个这个玩意儿 你一从他就提 你一搬他就长 大结 行 但是这个也就是一个新的画卷 从来没见过 挺有意思 一个新的变化 一个新的变化 诞生了 没守成规的话 是永远不会下成这样的 好 接着我们看 29 30 黑棋31 廖星文左边菜 这是普通大厂 白棋乌光亚 33扎丁 这个脚上扎丁 这个也是好棋 黑棋下一招点 这招棋也是好棋 但是它是叫传统好棋 传统好棋 应该是一个这样一个棋形定型的一个常用的手段 对 是过去古时候大家常用的一种定型 但这个定型确实给我们大家一些启发 我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 就是在小木被对方木外挂的时候 单拆二这个棋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棋形 那么由于有了特殊的手段 黑棋可以先点 然后靠33再鼓过来 左上角会出现一个结 这个结黑棋偏重 但是别的地方如果黑棋有结 才一打结的时候非常严厉 对 王老师说的结就是这个 就这个 白给大家看看 打车 做这个结 对 这个结摆到这给大家议论一下 一旦黑棋结才有力提过来了之后 黑棋这边全厚 而白棋没有活得很干净 对 黑棋这个全厚对于周边都有很多影响 你想不到一个小小的角上 由于它连拔了两个花之后 会对周围的环境有那么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结黑棋也很重 对 白棋一提过来 如果结他不利的话 结他不利 其实他在一结你就碎了 黑棋可以看作是贴在白棋的一个铁壁上 对 就差很多 所以这个结不能轻易打 还有根据情况 甚至你打的时候 在有些情况下 白棋还可以先冲一下 好好把这个结变大 变大 你如果一提 它就巴掌给你闷到这来 这也是一种变化 那么黑棋经常要打这个结 也很可能是要打的 那我再提 这个就不得了了 将来再提过来 你刚才粘的话 威力还大 对 但是黑棋毕竟有这么一个选择 它只要什么地方有两枚大结材 它就可以给你轮 这轮它可能就有很大的利益 顺便给大家说到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 它主要带来一个什么 就是拆二这个棋型 被挂住了之后有特殊的下法 恰恰因为有这个下法 才在十年左右之前 开发出了我们现代棋 对于拆二这个形态的一种新认识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给大家画个示意图 大家所熟知的 对于拆二的点了 靠住这个下法 无论是这还是这 你很难说 不是受传统的这个下法的影响 启发而来 有可能 是有一点点相关连的 对 它这个手法也是相似的地方 这样我们围棋 它这个理念 文化这些感觉 你才能把它连得起来 我觉得这样来看 是不是更有意思 有可能 第一个下出这个棋型的人 我们难说 是不是受到这个棋型的启发 对 行 那么简单议论到这 下成这样之后 很有意思的棋 那么廖新文就不走了 下一招棋是很抬杠的一招 下一招 抬到哪里 抬到这跳 跳 这招其实是抬杠 抬杠也是年轻人 为什么说抬杠呢 对于我们过去就不会这样下 为什么 你跳这个它活力很多 而且它特别着急的时候还有这个 换句话 你这个跳 你把这个孤子用这样的方式跳出来 乏味得 那么过去的思考方法要下怎么下 就是靠 靠 对 靠很好的一招 它是什么意思呢 王瑞 如果你要退 我如果长 那么它就退 你的活动空间比刚才小 而且你度不过了 那么我们在这给你一站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要搬 你要搬我就咔杀一段 我这个子就不要了 好 很灵活 我这变成外事了 本来我就不该要 你这有三个人了 是吧 第三个你要搬 你搬它就长这个 它就断这个 你现在只有长这个 那么它就盖住 你一顶到它就连搬 把这两个子弃掉 弃得你很难受 而且你很难受 带给大家看看 你如果是简简单单这样的话 画个示意图 所以黑旗这个靠 它主要的意思是 这只能粘住 你只能粘住 它就随便接一个 我好像还不能压 你这个还不行 对 还不行 所以 那么这个地方简单说来 黑旗这个靠 叫阴动而动 然后根据情况可以弃掉 根据情况选择 接下来的变化 因为这个子本来就不是很大 人家都扎了钉了 是不是 因为如果这个子是这样的话 它就大 如果这样的话 它就很大 对 这样它已经不大了 你还要要 这个就抬杠了吧 而且你要也要不了 但是我觉得事情仍然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经常敢于下这样的棋 看似抬杠 也可能他们对于古时候的有些东西不是很了解 所以它叫出生牛犊不畏虎 他没有见过 是吧 但是也有可能他知道他故意的 他就是不信心 也可能是这样 好的 王老师 我们要不要先稍作休息 请 接下来看廖行文 他怎么样继续抬杠 接下来这个杠 好的 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的 欢迎回来 王老师 刚才我们说到了 廖行文这不跳 有点抬杠的意思 抬杠 抬杠打一个引号 打个引号 其实我并没有说批评年轻人的意思 反而我还想说是感谢他们 由于他们这种敢想敢干 我们才能看到新的画面 以前总想到对不起 对不起不行 马上就把他否定了 但是他真的下到棋盘上的时候 对 不一定 要再想一想 对 不一定 后来有很多波澜壮阔的精彩 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个跳开始的 白旗乌光亚也是 他陪着跳 这也是抬杠的一招 过去的观念 他也许就是飞一个算了 这飞一个比较有余地 他飞一个的语言王瑞是什么 你要走这个 他就顶住 将来这个拖过就是铁的拖过 然后你要走这个的话 他还可以跳 下一步他把这个形就方起来了 你来不及扇这个 你来不及扇这个地方都快死了 这还该塌下 对 你肯定是要跳的 虽然这个打很大 但是来不及 对 然后他把这个方一走 就是我自己站稳 然后您随便您跳舞 我慢慢追着你走 就不要那么急 对 王老师 刚才我觉得您说那一点特别形象 就是先把自己站稳 对 但是现在大家的年轻骑手的 他等不及 对 我不用站稳 我把你打倒就可以了 对 他都是 只要你比我站得更不稳就可以 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觉得总而言之 现在确实进步了 现在这个企业更拓宽了 就不说了 这个传统观念 那么他就要紧紧的追着你 跟着跳 对 那么这个调性纹这个还要多费一路 对 还要拐过来 有意思 把这个地方的刮断 他先不怕 暂时不怕 这个地方的味道是这样的 它蒸掉 它蒸掉 如果你敢跨我就 它就蒸掉不要了 吃一个子就够了 关键是你吃完这个之后 下一招白去不好补 这个补很难补 你如果沾的话有点 你沾它靠下来了 有点不舒服 你靠一扭断 你吃这个更不好 这外边还多一些借用 对 这边有打吃不太舒服 你补似是而非也不太好 将来人家扎一下 你也不知道 可能还是扎上 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不怕 这就是他们的棋 那么下边一招棋 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靠 就直来直去 就像王瑞刚才说的 我站稳 没站稳不要紧 只要您没站稳就可以 过去像这种棋 就是把马步一蹲 这招棋仍然有机会蹲马步 蹲好 然后你拉着胯着 我让你补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 再开战 没有 就是说让你补 围棋当中有一种妙位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棋型差不多 接近于这个样子 什么妙位 你看它效率很高 它有一些缺陷 你暂时冲击它 你条件又不成熟 怎么办 这样的棋 你让对方再去补最好 再去补比较这个棋 我们看这个棋型 你让黑棋下一招再补的时候 它很难受 你出现漏洞的时候 我先不追究 不追究 我把周围我的篱笆扎好 然后让您表演的时候比较难受 但是现在的同志们更倾向于对方一有了漏洞 马上就冲锋陷阵 就这样的 你看这个地方你让黑棋补 我们发现它很难补 王瑞你看 第一个你补这个效率是低的 它飞出来了 你总体上这个结构 还不如刚才一招棋在这儿 对 是不是 你说你走这儿 你期望它走成这样 你走这个或者走这个 你效率就好一点点 它再飞出来 是吧 但是很奇怪 现在你这儿重了 它穿你了 穿过来 所以你的张牙舞蹈不行 当然这些就更不行 更勉强 所以它如果把自己马步一扎好 然后让银补的时候 这个棋我说高兴了 它有一个怎么补的问题 我们大家能够会议就行了 再看它们的 它靠住 看它们的棋都是很兴奋 有的时候一下子就很高兴了 它长 白棋要再贴 黑棋这个料行为你看它多强斑 然后白棋鼓 挡住 对 这就是现代棋的特点 双方都勇往直前 然后都不畏强暴 不畏复杂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非常精彩 黑棋下一招必须要补 白棋在于长 黑棋在于双方 对 好了 下层这个棋型的时候 又出现一个 就是看待围去过去和现在 它看上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有趣 后来当然它大刀阔斧 乌光亚下了一个气势如虹的下法 当然这个是高风险 就是高利润伴随着高风险 是 现代棋的特征 有没有比较稳健的下法 有 按照过去的眼光来看 这个棋型白棋它的思路是什么 第一个它就知道这招棋巨大 对 这招棋一旦黑棋顺便走到的话 就意味着它这个尖是绝对先手 这个尖是绝对先手 就意味着白棋有的一个后门没了 所以这招棋白棋非常想走 因此 现在这个棋 最稳健 以过去的眼光来说最稳健 白棋的下法就是蔡逸 小跳 因为我这招不怕 我随时一急 最拖就过了 是吧 你这个尖是先手 我再一撞 这几个子暂时没有什么 不会总体受威胁 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 而且这个出路本来就很快 这步棋就显得非常实惠 而且价值也不小 就是这个 然后又威胁着你们 这个是稳健的下法 凶悍的下法 当然你就非 你就干脆来进攻他这个 他一跳 你就再跳 让他这块立刻表态 怎么样忙活 中复怎么样再说 是吧 如果要让我推荐 我就推荐这两招 一定让我在这两种当中选一种 我推荐我们广大汽油下这个 不要那么黑 语言方便 自己方便 王老师还是比较总是推荐 稳健型的下法 对 就是说因为我看不清 而且我力量没那么强 但是这个确实消极 老气横丘 有点老气横丘 不过它可能比较清楚 朝气蓬勃的下法 当然就是非常乱 结果我们没想到 吴光耀他选择一个更狂的下法 这个下法气魄很大 真的很有气魄 我们看 气魄很大 实战的选择 但是确实我觉得 太需要勇气了 对 太需要勇气了 我们看年轻人的气很好 他叫吃 吴光耀的选择 就是把这两个子气压 就推土机 推过来 再压 你说不是年轻人下出这样的气 他们有这样的精怀 我们怎么看得见这种局面 这可能会是一个局后复盘的一种变化图 对 而且这个是维甲联赛很重要的气 所以年轻人他们 我觉得甭管怎么着 创新探索 尝试 有成功的 有失败的 但是失败也没关系 积累经验 对 下完这盘气 如果吴光耀总结发现这个叫做大开大合 直来直去高举高达 他发现失去了韧性 他一总结了 他不是就变成一种收获了吗 对 是吧 很好 那么下场下完了之后 下一条白旗是这个 那么白旗在这边 刚刚王老说了 其实是一个先行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手笔 对 这两个字基本上是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活力了 对 他的收获呢 对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评估一下 总的来说 我们先说结论王瑞 就是我不赞成他这个下方 是吧 看冒险 一个是冒险 第二个是错误的 错误在哪呢 就是白旗形成这个中间的所谓的势力之后 要对这个黑旗有影响 才发现黑旗这块旗 他最希望的就是白旗来供他 因为只有白旗来供他 他这些才有价值 对 就白旗花了代价做了投资来供他是黑旗最高兴的 就是白旗 所以他这个方向 战略方向是不对的 但是很遗憾 下边一招旗 廖新文也下高兴了之后 他本来应该很高兴的 很快他又花了一招旗去补旗 对 这个是一个错误 王老师现在好像当务之急 是不是下边把这个空封住了 这还用说吗 这还用说吗 全世界难道还有比这招更大的旗吗 这是太诱人了 下一步这个先手 你稍微懈怠他这个肩完了这个还要肩 对 他就说这个地方他们现在年轻人力量大 说我黑旗不走 你白旗能不能活 保守一点说我走一个 基本上就是空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还用说吗 这个太大 如果跳下来再加补一手 对 这个空大家可以目测一下 对 就很狂了 有了这个再有了这个 下一步这个非常严厉 咔嚓一段 白旗这个外势实际上力量不够的 没错 对 有这个印象就行了 就是我们谢谢他们下出这样的格局 然后我们来 欣赏到 这种格局之后 你会自然会有些收获 是 行 我们来看实战 结果这个调行文突然一下 不知道怎么下到这儿去 这条旗不对 这两招交换 王老师他如果直接和白旗 直接走这边的话 直接走这个道 它这个就没意义了 那你刚才就直接走就完了 对 这就没意义 这条旗他是想好必须要下的 他觉得可以交换到 他想的很多 对我下这儿威胁你这个 然后远远的威胁你这个 我这一代死了旗之后结差多 连你这块一块装进去 他的远的理想是这个 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对 是不是 你力量不够就是不行 但是确实我以为 那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好 我也同意 就刚才 太大了 现在我们看他们的 廖行文这个是严重还手 对 他现在可以下这个 也可以直接这个 因为你一拖他就虎这个 这几个现在是骑金 然后他这一段了之后 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很难形成进去 对 这一代好像黑旗意外的 也不能说意外 应该是本身就很有弹性 他直接就这个 这个你就很难受 因为你一从他一提稳 你一搬他就拐打 你一走他给你打着结走就是了 是吧 所以这一招其实年轻人稍微什么 我们接着看 但是其他很精彩 以前给大家说过 围棋盘上就是叫做技术有错误 它也有带来的错误的味道 因为围棋天地太大 好 这一招 这一招第一号的大厂 刚才更大 现在也变位了 变位了 黑旗你看年轻人的旗 他还要硬挡 这个料行文 这个真的是行 可是我觉得王老师 他这个硬挡被白旗一斑 他不是有点没旗下的感觉吗 也不是没旗下 他就是他准备的有旗下 主要是什么呢 唯恐天下不乱 其实这招旗呢 你就走这个就行了 我也觉得 这个不就很好了 对 他一走这个 你就咔嚓把这个一段 他是不是有点被对方便宜的感觉 不太肯 对 他是这样的心思 其实呢 你看 白旗说我不会下围棋 我下这个 你下哪儿 你不是要下来吗 我在拆儿你就把我吃了 本来你觉得这个地方 你不走就是没空 也是 你这样就把我吃了 我这两个子还没跑 所以他这一段也有点想不开 同时呢 也说明年轻人 他们看待旗 我觉得这样调侃一下吧 他们确实是看对方旗的毛病 看得非常清楚 每一招旗都在寻找对方旗行的弱点 但是过分注重对方旗行的弱点 因为人的注意力是一个常数 你注意对方的弱点多了 注意自己的弱点自然就少了 是不是 说的好像有点像说你旗手的旗 就有接近 接近 你总是看对方的缺点 与人家相处总是人家不对 你永远是对的 他有的时候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是吧 是 当然一旦出现了问题 他们计算力又是很强的 这会儿就要靠计算力来解决问题 所以到最后 现在的旗 经常看到最后还是一个比较力量 还是最后的一下 你反正一看错就不行 你看错一块大旗就走死了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 这番旗就是这样 好 看 他还靠非常严厉 白旗又不肯退让 无光压 黑旗挖一步好手 白旗叫吃 这也是转换非常灵活的一招 黑旗竖下来 白旗给它提掉 好 黑旗一加 黑旗一加 我们突然发现 怎么刚才左下角白旗扎钉的这块旗 好像不仅空被破了 好像死活还有点问题 对 当然与此同时是这边 有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光压 跳 跳步 这两个旗筋 不能被它吃掉 这一跳步不要紧 这几个字 刚才觉得是后世的 对 白旗多了一串以后 好像有一些转换 对 它就变了 黑旗下一招尖 黑旗也没有意思 对的 出现了转换 白旗下不见 你说这个画面不漂亮吗 尖充轻微 刚才黑旗好像要全部成空的 现在变成白旗的天地好像 这个旗千头万绪 王瑞 你能够把这个线索整理清楚吗 太难了 现在 刚才一下子转瞬之间 对 沧海桑田 对 原本的白旗 现在可以看作是黑旗 对 本来黑旗有望成为一个巨型大空的地方 现在变成白旗的巨型大空 是 你说多精彩这个旗 是 很好看 千头万绪 画面变化必然会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能够整理一下思路 我们自己以后下棋和看棋的味道都增加了 其实这会儿就是一个品味的非常好的时候 这个题材 但是小廖看的问题还是直接了一点 太直接了一点 以下的下法 我们摆几刀给大家看一下 他肩葱 腥胃 他立刻跟着爬 以下的下法 这个思路太直接了 我的建议是什么 王瑞 就是肩这道器很重要 它既是威胁左下角或者要吃掉它 其实它更是为断点创造条件 现在趁着百族虫死而不僵 还没有死 肩葱腥胃这道器也不怕 肩葱腥胃的棋是什么 以后大家也可以留下印象 对于腥胃的肩葱不是很严厉的 你不理它 它下一步贴下来 你再不理它 它下一朝期再搬到这儿 我们发现在条件需要的时候 它还可以活 还有活力 还可以活 就没有那么严重 恰恰是肩葱腥胃之后 你跟着它走 走了很多之后 说不定什么时候 它散散一点 它还要活 所以这个辩证法大家要了解 一个是可以不走 第二个是不应该走 所以现在黑旗咔嚓断这个 马上把这个盾点 对 这一段确实其天花乱坠 天下打乱 因为这个你不能被它打 什么时候你的黑旗打到这个的话 你只要一招旗加不死它 这个很难办 那么如果你这必须纠缠的跟随它走 如果它一跑出去的话 连这几招旗都有可能有问题 因为什么它只要这稍微隔断了之后 还有这个 这个接力再一行的话 将来这还有这个 是吧 下巴很多 但是恰恰 这个小廖 是不是它认为左下角我已经吃掉了 然后这个地方又获得实力 中间可以气了 好像它是不是认为它心事好 有可能 这是个错觉 这是个错觉 对 王老师特意研制不断 我觉得真的不错 咔嚓 其从断出声 这个太有味道了 行 我们接着看 它一找这个 它再一飞 它再一飞 黑气好像很清楚 很轻松的就把中间这六个子气掉 对 这样一气掉这个断就没有味道了 因为你这个气再长也就是七八口气 人家这个早就十几口气了 这没意思 交换几手气之后再断 好像就味道就完全不对了 还有另外一面 腥味尖冲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脚上是什么变化 你搞不清楚 是吧王瑞 还是有点 没错 就显然你吃不着 如果你吃不着 周围人家又厚 人家还问你 这脚步还是它空了 对 好 我们接着看 但这个其实也不是简单 说黑气就不好 一飞一走 然后搬 别的地方没有借力 所以料行文搬这个 乌光亚飞点 它一接上 是吧 它再一退 黑气下一招 料行文也准备好了 从这一线先把这两个子连回来 然后看着这个切断 连根切断 要吃这一块 这个旗下得很黑 还是一个力量旗 然后白旗 最终还在比力量 把这个挡下来 好 挡下来也是要 黑旗下力 对 这地方连回去 盯着这个断点 这旗还是很精彩 那么白旗下一招单关连接 没办法 胡光亚连一个 黑旗下一招再黑 所以料行文可能在爬这个的时候 对这一串已经有些设想了 他觉得吓成这样 好像这个 这是一个干物 就是鸡勒 二十木旗而已 有什么 但是这个毕竟也是 他就忽略了反击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 行 他一找这个 那么乌光亚冲 他一立 然后白旗下一招拐 这个拐很重要 使黑旗就不能连 这一招这显然有冲断 对 因为这一招连不回去 所以黑旗下一招料行文必须尖 然后他再把它切断 这个切断是很有意思的一招旗 只不过有一个问题 对于高手来说 永远不知道 是这个切断好 还是这个切断好 这个永远搞不清楚 相信对局者下旗的时候 肯定会两 这两种下旗会做一个比较 就是这个目数大一点 大一些 这个将来被人家一冲一打 眼见的少了两目 似乎少了两目 但是有了这个将来脚上的味道 不一样 你走这个 将来人家一走 他这个是先说这一个咔嚓 走了这个咔嚓没了 脚上它拖点手段多得很 但是这个是神仙都不知道的了 吃了 黑旗下一招 这个不行 这块其实人家好像一点要吃我了吧 很危险 这个脚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 还空 就算他走这个也很大 对 他实在是补了一个 其实脚上还是不干净 对 关键是你补完这个之后 我们发现整个中府到东边战役 从它的尖冲开始 白旗是先手把六个旗径吃掉了 你这样来看这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黑旗战略上有点问题 下了半天怎么旗径先手被人家吃掉 也许小廖是在算空 他一算空发现黑旗空还很多 你看我这在怎么着 我有四个旗的地方 不能说你白旗的空 比我多 这个地方有一点空 他认为这个地方好像吃了很多 他可能把这块空全算成自己的 但是还有故事 王老师 有故事 我们还是在稍作休息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讲这个脚发生的故事 好的 一会儿见 好的 欢迎回来 王老师 刚才上一节的我们说到这个脚还有故事 有故事 都有故事 本来这也有故事 到处都有故事 很好 年轻人下的棋 就像湖面一样 到处都是涟漪 或者说是一喷水里 又是葫芦又是漂 漂的很好 很有意思 左下角的故事是这样 我先说一个结论 后来是乌光亚一门心思要出棋 结果出了棋之后不见得便宜 这个是围棋带给我们非常好的味道 你看这么大一块空 黑棋全部吃了 你们说各位棋友 我们大家下白棋 你肯吗 肯定不肯 结果你给人家掏光了 掏光之后发现不便宜 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行 我们接着看 乌光亚怎么出棋 乌光亚下一招棋 他由于在这一代 他是先手把棋筋吃通 是 所以他可以在全盘别的地方做文章 先长 先长 试探一个硬手 看你走哪里 基本上是要拐 基本上是要拐 对 好 下边一招棋打入 先打入 因为现在他节才也多 所以这个地方 现在黑棋这个节肯定是不能打的 还是选择的例 那么廖星文现在他选择了一个例 这一例 接下来这招棋以下乌光亚就开始 不能说他走入一个迷途 但是至少他的实战下方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刚才说的出了棋不便宜 下围棋还有好多是你吃了对方反而不便宜 这个味道就更好 行 我们先看乌光亚怎么样出棋 先看他棋应该怎么下 首先应该怎么下 免得待会把棋子再拿下来了 好的 怎么下 就是这个地方不要去出棋 都是朋友 煎一个最好 煎一个你让他补 煎一个他总要补一手了 他怎么补 因为他不补最简单 我再一挡 脚上金桂脚 基本上要活了 他就要补 所以黑棋本来就很难 骨是有点 非常难补 他几乎只能爬 团太柴迷了以后 还有味道 没必要 如果爬的话 好像木树损失很大 这是权力 让他拉一个 你就必须冲 好他不走了 然后他再走这个 这你必须要连 我沾上 然后他再跳这个 威胁着你 你这个拖还不一定敢拖 你拖它要吃你 假如你是到这儿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棋完全不对了 是不是 怎么这个地方白棋成那么大一块 就是怎么提招棋之后成了一块大阔 是啊 就是这样的 它所谓局部不要出棋 出棋是亏的 是跟周围有关系 是 有了这个印象 再看 当然黑棋还会有别的下法 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实战 下沉这样之后 你明明已经打入了 损了叫吃之后 乌光亚又来出这个棋 然后连锁反应 伤害到这一边这刀棋 大亏他哥 巨亏 就是这种 当初打就没有必要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我们要称赞年轻人 他们敢想敢干 敢于把一窝水给他搅浑 敢于这样 不怕困难 不怕复杂 但是也要说到另一面 有些时候是没必要的 没必要 是自己乱了方寸 当然 这个是乱了方寸的局面很精彩 就是这样 行 我们接着看 后来他们这是怎么出棋的 那么一尝一尝 这个是手筋 看起来漂亮 黑棋料新闻就叫吃 黑棋101街上 白棋102把这个冲回来 黑棋103 现在看起来不能走了 只好把这个地方想办法做活 103 然后 没多两颗紫 对 白棋104 但是这个段 我也看 心都紧了 我也看这个段 后来白棋成果很大 把这个东西全吃了 我们看他冲 106 这个不能被打 107 好 下腾这样之后 我们发现这两招已经巨亏了 没必要 这个亏太多了 其实王老师他如果做好准备挖的话 何必打吃呢 打入呢 对 也是 也是 但是我还是不阻挖他挖 我不阻挖他出棋 就是即使没得挡不起 对 没有巨亏 也不要挖 也不要出棋 我觉得出棋 反正我怀疑 不要老看着别人的毛病 但我说的不一定对 我主要是说 我们各位要是看齐领会到这样的味道 就是什么呢 我攻击对方一块齐 然后我把它吃掉了 我成功了 这是一个直线思维 但是取静通忧 往往还有另外的东西 就是我攻击他 我不吃他 我更成功 还有我被对方攻击 我把这块气气给他吃了 我全局反而甩掉了包袱 我觉得这样的味道 难道不是比直线思维的味道 具有同等价值吗 主要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光看他 吴光亚一挖硬 妙手一出棋 好 赢了 你就觉得这个就好吗 这就是全部的味道吗 我们能这样来思考 我觉得围棋更好 可能是一个过程 王老师 他就需要先有具体手段之后 慢慢的升华到您这种境界 就这个意思 供大家参考 可以冲出来 107 然后108 是吧 冲 黑棋109 挡住 让白棋欺负他 110 黑棋111 来 黑棋先走这个 还斑 对 14 然后115断一个 116 白棋下的很准确 把这个地方全吃掉了 117 118 你看黑棋多却无 抬一下 先挤 119 120 你这黑棋喝的多苦 你还可以说 我完全不会了 白棋还是先手 对 这边先手吃 这边又先手吃 多棒 白棋心情多好 对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的印象 但是我觉得王老师他是这样的 可能这样黑棋还是吃亏了 白棋还是成功了 但是我以为不出棋 白棋更好 是这个意思 像刚才给大家描述的 二路一间它不在哪 然后这个地方在一间 中间在一围 在牵着它走 将来对这块棋仍然还有些想法 哪一种更好 我认为刚才那种更好 但是不一定对 供大家参考 我是觉得白棋如果不打入 直接出棋可能更好 那可能更好 行行行 这个棋挺有意思的 现在白棋 这个地方是黑棋 刚才就搬了一下 先交换了 这是他的先手 这一搬的时候白棋眼貌精心 我觉得可能他接这个最好 可能接这个最干净 不给你任何的借用 对不给任何借用 但是他这个行 这也不可挑剔 这个人家是一个行 好 然后定型121 白棋122 这个要跑了 你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王瑞是吧 你巴掌拍在这不就完了吗 或者他会不会觉得打入是便宜的 王老师 打入他想吃两遍 也可能 他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要把白棋想的是最凶狠的想法 他想的很凶 年轻人都是这样 他写字叫利透指背 他有穿透精神 他年轻人都是这样 所以看见这个棋型的时候 可能乌光亚还认为 你要考虑你这块怎么活 好 但是下一招棋 当人家一靠的时候 他很难受 这招棋 非常之难受 好 最后他选择的是斑 斑 这个棋可能是忍耐好 可能是单忍好 但他又忍不下这口气 行 斑 所以我们王老师突然发现 现在白棋是先手吃掉了中府 对 又先手吃掉了活的脚 吃掉 但是这棋局好像 反正还意外的 黑棋 对 棋局还是很 黑棋吃 还是个乱战的局面 对 黑棋吃 白棋 乌光亚 可能现在还是白棋好 我觉得还是白棋好 但是他下的太高兴了 就要物尽其用 这个物尽其用 王瑞也是对的 但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也会自询反应 我知道王老师要说的是 接下来这部棋 对 有点过分 对 他这个棋可能是考虑这一类的方式 联络一下 看能不能联络 追求一下 就算不能联络 不跟这边连 跟这边连 跟这边连 但是他这好像也没有完全连得跟铁一样 可能还是好一点 实战是拖在这 王老师我特别赞同您说的 有点太过了 可能是不是下得太顺了 没有 他们是这个精神 他们现在下棋就是这个理念 确实是这个理念 追求旗帜 就是刚才那句话 无尽其用 就是想无尽其用 榨油的话要榨干 花生油 豆油 榨要榨干 不榨干浪费了 一定要榨干 行 他也拖 我们看他为什么王老师说他有点太过于无尽其用了 对 黑棋 所以廖新闻这会儿就抓紧了 当然期待黑棋不管是斑还是长 那最好了 他已经便宜了 但是看廖新闻现在还是 就紧紧抓住他 发力 其实黑棋 我觉得肯定是一直在找发力的点 白棋有点 没有 这个地方坐在总的来说还是白棋好 不能不说还是好 王老师我给大家重复一下 只不过刚才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另外的下方 就是说也可能不这么下更好 还有体会那种在直线思维之外的那些取近通优的那些味道 我觉得是围棋盘上另外一种非常大的魅力的东西 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 没错 尖 这个必须要接 现在叫骑虎南下 必须要接 那么黑棋下一招一跳 跳风照住 这会儿我们再一看 胜负 你何必呢 之前的这里 好像和最后的胜负还有一定的距离 最后决胜的地点是在最后一个战场 这个都还不是最后的战场 只不过对于白棋来说好像没有必要 是吧 因为你这些地方都有战场 这些地方都还有战场 对 为什么要在这儿避其功于一役 没错 是吧 行 我们接着看 但是年轻人那棋它是非常鲜活的 带来一些比方说后来又出现了错棋 又痛心疾首的水手棋 这些都还是有的 这个我们盘上的故事就鲜活了 下来一套去穿 要穿 这边白棋必须想办法要做活 这穿的时候 廖青文可能稍微有点动摇 这一套棋我觉得无论如何必须接这个 必须接 就算它活了我也只有接 我这个有点绝对 稍微 我觉得还是要接 接了 如果是看它活 我没看清楚它一眼是怎么活的 说实话 看不太清 对 因为你挤先手 你接它就把这个接上 或者把这个接上 我没看清楚它怎么活的 我们看它的 它是穿的这个 它穿这个 这个关键白棋后退一遭之后 黑棋很难受 这就是乌光亚下出的味道 你看 它不是走这个 它是后退 让凝补的时候 你难受 就这个味道好 实际上它是长 它只有长了 长了是长了 不然人家有挖断 发现将来一挤还有一段 对 这个味道 白棋要想办法加以利用 对 接着我们看它是贴 是吧 接着它是先靠 这幅加看起来好像挺有妙味的 有味道 它要为这个接创造条件 对 因为前面说了这一几段 如果气足够长的话 让它几段是先手的话 几段是先手 几段是先手 不然它就收这个关子 我说几段如果在中幅是先手的话 再气长 那么就有意思了 加 黑棋下一道是这个 对 然后白棋是贴回来 对 就贴好手 黑棋顶 白棋度过 对 王老师我想在这里 把一个变化 为什么说这个是先手 好 如果它单走这个 好像白棋是可以 有一个单粘的下方 你如果再管 好 我这边 几段 带给大家看看 好气 因为这边要冲 你可能还得 不管要补一个 这时候好像在杀气 它长一个 马上就要活了 要么要做活 要么要杀气 对 这样黑棋显然不错 所以它单加好像比这个直接打吃好 对 直接打吃交换掉之后 自紧了一气 自紧一气 所以它加一个没有搬 直接加好像是有一点深意 是 是不一样 在这种地方 它们的感觉是非常敏锐 这个计算是对准确性要求非常高 这个要是我去下那几招下哪边 输哪边 就肯定是这样 这个也是现在起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其实对于它们年轻人来说也很尖锐 双方力量都很大 双方也都喜欢变化 但是下到最终 如果有一方扎一下眼睛 那么刚才巨大的优势 一个棋看错就可能颠覆 所以这个也是很 就是比最后那一下这个枪的准头 要说现在其实也有一个缺点 它是比过去好了 但确实有一个缺点 就是什么呢 最后在涉及到胜负的时候 这个太尖锐 那么这个太尖锐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对局的时间 因为现在最快的棋就两个多小时 最快的就是两小时45分 三小时吧 可以说三小时 三小时 其实你比方说 好多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棋手 它因为年龄的关系 比如30多岁了 进入40了 它必然的敏锐性就要降低 如果你给它15个小时下一盘棋 好多变化它是可以算的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像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到的 那些大名鼎鼎的棋手 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它就是下到最后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 你就是算不过对方 不是它的水平下降了 你明知道对方无理 你算过的 是一个身体的和身体有关 对 所以这个是现代围棋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从艺术这个角度来说 很难出现非常完美的东西 没错 唯一的一个缺点 它大概有 如果打100分的话 现代期有90个优点 大概有10个缺点 10%的缺点 行 我们看齐 好 这个地方是很好 这边应该是双方 这个加 这个加 借力而行 非常好的一招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如果你要走这个 它接完了之后可以接这个 对 那这两边就肯定出一边齐了 是吧 所以它是加完了之后 它是选择的单拐 单拐 这个拐就像我们刚才摆的 你如果再沾 它可以沾到这里 紧一口气 对 比刚才摆到这里要多进一口气 要好一些 对 好 我们接着看 摆去是不是挤了 爬过来 爬过来 这个单爬也是好手 这会儿 廖新文就犯了第一个错误 它是挤这个 对 对 这个是严实打枪 他看错了 他看错了 这个是绝对的失误 就是最后比拼的时候 对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 对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年轻人 即使在这个时候 他也有他算不到的地方 他也有他想当然的地方 结果下到后盘 其实下了这个期 还没有完全输 但是情绪大受影响 他难以为是怎么 这是我打枪 读秒都是严实打枪 估计他以为 他以为这么交换一下 对 结果在这个地方 看见乌光亚 居然可以吃到这的时候 眼睛都绿了 我觉得这个对击者 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 对 这个 它就是 有一点严重 这块期近活变成打结活了 那这个木树上 就差了 你看它下一步提过来 好像这个期 它可以接解销的时候 对 因为你这些都没用 你自己紧不住它 这边不入器 这边又不入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二十二亩 二十二亩 二十二五五二六 将你少三十木棋 三十木棋的价值 三十木棋折了一半 等于亏了十五亩 白亏的 白亏十五亩 但是它有个条件 就是打结你肯定可以打赢 假如这盘棋非棋的结材非常多 非常多的话 这刀棋一木都没损 因为你这个是一木 这个也是一木 所以黑棋结材绝对有利的时候 一木都没损 但是怎么可能 人家随便走一个这个 这不是就是结 你随便下 所以这个地方差不多损了十五木 这块棋的一半 心情大坏 对 也许不影响胜负 也许还有机会争胜负 但是至少心情上 对 但是十五木受不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巨大事物 但是这个还没致命 这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没致命 对 还没致命 接着往下看 但是可能确实是说心情上 形势是确实这一损是不行了 但后来真正书的 大受影响 惨烈的书棋是因为另外一个事物 我们也要看一看 这盘棋也是四处挑起站端 对 这一粒 那么白棋现在是棋 这必须接上 白棋这一段就是先手 不然收起吃它也亏了 它必须拐 白棋现在再一接 是吧 必须要打 再吃 这必须要接 白棋再一接 黑棋接 现在就变成这一块白棋 和这一块黑棋杀气 但是一看杀气 因为黑棋在外边一接 这个气好像收不住 白棋是一二三 下边四气 这有一些武器 你接不接都是武器 你接它一锦气一样 就是五口气 外边的黑棋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结果黑棋下一招收不住 问题是很遗憾的收不住 会让它叫吃麦了一个 收不住 所以白棋将会用勒紧气的方式来进攻 还有这个地方它已经转了15锅 所以这一招棋杀气就晕过去了 我还是要感慨 现在时间太紧了之后 局面又非常繁杂的时候 他们年轻高手们犯这种错误 我觉得很受伤 至少我看棋 我有的时候关心他们 我都觉得很受伤 但是又很难免 就是这样 毕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对 我觉得这种棋十有八九是打僵的时候的出事 打僵 年是打僵 对 但是错误还是在于刚才 他一直以为就是这样的定型 是的 好 我们接着看 下面一招棋 白棋是丁 丁 保证你只有武器 它也是武器 白棋会慢一气 但是外边从铁后进攻这个 刚才说了 王老师说了 虽然是武器 但是你很遗憾 收不住 收不住 你要收的话只能 你收这个 最有可能的收器是这个 但是当一跳的话 对 好像严出武器来很轻松 就严得出来 白棋很遗憾 永远没有机会把这个刺到 对 如果刺到这个变化就不一样 由此 我觉得这个话题给大家引一下 我们大家下棋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 有些要占的便宜 你在外边人家在里边 比方说这一类的刺 假如刺得到的话 您早早地刺一个 也许过几十年之后它有用 有用 你看这个要早刺到白棋 可是从头到尾刺的可能性 有没有机会 一走它贴这个的一瞬间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刺 但当时贴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个特别大的跳 对 万一刺的时候 人家抢过来 就这个意思 对于我们广大的棋友 有一些启发就好 而且这个是一个故事性 所以它后来是走这个 是吧 只能说在这儿 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把这棋摆完 有 比较充分的时间 行 这个有故事的 它一走这个 那么白棋走完了 黑棋把它吃掉 是吧 黑棋 白棋在收气 可以说 这个很清楚了 1234 123 快棋 现在白棋外围可以说是铁后 对 现在我们可以调侃一下 黄瑞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式 好的 就是假设没有这个 假设没有这个 我正想把两个子拿走 对 假设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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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白棋把这个吃掉 这个有先手吃掉 应该是成果很大 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形式 这个地方木大概有多少 基本上是2 4 6 8 10 20 22 23木 这个地方23木 33 335 36 37 38 39 40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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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至少的是吧 至少的 至少的 除了这40木 你看 黄瑞你看这 123 4 算45木 这边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对 你是先手损一个劫材 但是如果你不走 那待会将来他可能把这个走掉 45木棋 全世界你才45木 你高兴那么多干什么 看黑棋 24 6 8 10 12 14 16 18 22 24 36 38 35 36 37 38 39 这块棋已经40木了 1234 这块棋给你全弹差不多了 那上面那块棋 没有 这10木 这还该做一个冲断 这个地方你当然是有棋 但是黑棋再一捕是接近20木 你要抬杠一属木 发现白棋输多了 对 如果不交换这个的话 你看他们的棋带给我们的一些 一些这些 回味的 我们看到一些场面从来没见过的 你蛮以为吃掉棋筋 先手吃掉好像下完了 没有 围棋很大 所以也是以前给我们广大棋友介绍 在围棋盘上 真的如果你做研究的话 你要下一个结论 说一个好一个不好很难 真正是职业从事这个工作的很难 当然我们大家游戏一下 说赢多了输多了都是可以的 实际上真的很难 因为再一想它肯定是这个道理 肯定是很难有结论的 如果都是容易有结论 就是跟普通游戏一样的 是 那你还谈什么文化呢 是吧 是 王老师 由此我也想到 很多时候 当你觉得突然被对方吃一块 自己突然死掉一块 不要着急 那他还有别的东西 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 当然也有这个叫做十恶不赦的东西 也有 也有 但是确实 这些东西 你就很难说 你看吃了半天发现没多少钱 没多少空 你甚至是交换了这两招 这个棋你要说黑棋就输挺了 我觉得还要探讨 亏了15目 对 刚才听过判断 黑棋还是有 黑棋不错 这块给你全弹 等于再给你半棋加15目棋 这个地方都全部是他的 有一下 还有些变化 你比方说黑棋它下一招如果是补在这儿 你冲的时候它能挤在这儿 就是挤在这儿 你看 或者说挤在这儿 它就挤在这儿 直接挤在这儿 因为一冲一周有个咔嚓 然后你稍微一犹豫 这个都好像还有点味道 你稍微一犹豫走在这儿 你小心被它这样把这个空全部盛起来的话 也很恐怖的 很可观 它最终是这块棋全部牺牲 你的全弹局的空也就是70目左右 它也有70多目 是吧 行 就这个意思 然后 但现在白棋当然是也有它能够一波胜负的地方 对 就是这块黑棋 下面这两个棋其实都是小问题了 如果把这块黑棋吃掉 这边亏15目还20目 关系不大 对 我们接着看 白棋下一招终于无光阳 几个最终决定胜负的时刻 这个本来就大 对 我觉得这片应该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时刻 这个倒不是决定胜负 反正是一个战役 应该现在是白棋不错 还是白棋不错 只不过我们刚才要渲染一下 就是黑棋没有那么惨 黑棋没有那么惨 渲染 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接着我们再看几道 看他们的实战 看白棋怎么样来是说痴奇吗 还是攻击 黑棋他本身就大 他就说我收官 行不行 你看你至少有这个 是不是 或者至少他有这个 你一走一冲一走一打过 这个也可能是有的 是吧 所以他本来就收官 对 那么也是顺带攻击你 说大厂 我们看 这个廖青文第一招 下这个 独秒了 第二招下这个 第三招走这个 对 这招很好 你看他2468 这九个棋子 还有形状 还有猴子脸 还有跳方什么的 你想不到这块其实是死棋 好 下面一招去乌光亚点 这一点 廖青文稍微有点 有点头皮发麻 对有点麻 我们最后看两招 马上看完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嗯 嗯 是现在点了吧 现在点的 黑棋是现在跳的还是尖的 他好像在想 先交换了一个什么次序 冲吃 对 冲吃 这都是打僵 这都是打僵 街上 尖顶 尖顶 然后人家又长 再一跳 人家一景气 是吧 对 这景气都是人家的权利 没有 现在 现在这 对 对 这几个打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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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体谱不是他下错了 是打僵 对打僵 血肉模糊 嗯 然后一找黑棋再一提 是吧 最后一尖 他又 连续打僵 他肯定在 把这里做一个最后的验算 对 然后再尖 一尖 你说下眼 死了 这么大块棋死了 牵到这儿的时候 好像黑棋就没有办法 死了 周围都铁厚 他这个全部是粘上的 然后你什么地方做眼 你一再一走 小心后手死 他实战还下了一步 一走 拿去一冲 这时候是头子了 头子认出 这时候死的比较干净 这个死了 反正就刚刚死了 刚好是做不出眼 这段也很严酷 你看上去 我们回忆一下 最初这个形状是这样 你怎么想象得到他会死 我们棋友当中也许有些时候 稍微算木 对自己多算一点 还要给黑棋算八木棋 是不是 你就看他一家我一家 这不是八木棋 对 结果是死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么我觉得先要说一下 黑棋这个是不会死的 您觉得不会死 他是下错了 但下错是不是棋还要输 这是另外一回事 就这刀棋嘛 你走这个就行了 你确保这有只铁眼 下一步这有一个窜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窜 这个棋是不会死的 这个棋怎么会死的 就走这个 干干净净是个火棋 但是确实有一个教训 就是这个空间看起来轮得大 如果它不合理的话 真叫大也有大的难处 这个被白棋套点到这的时候 这个棋 黑棋怎么做火 我觉得应该做成一个大型的实战的死火棋 来切磋一下 推敲一下 反正我看了一下 王瑞 我觉得这个棋还是确实黑棋危险 危险 就点到这的时候已经危险了 因为看上去你有一个顶 它有一个钉 它有个钉 这个钉很好 很怪 其实周围因为白棋铁厚 王老师这个死活能力很强 一般般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料行文可能是在独秒当中 一分钟的催促下 对 要做出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 有的时候也挺勉为其难的 对 我觉得王瑞 我们通过这盘棋 第一个给大家介绍这两位年轻的高手 我们了解我们中国职业高手他们的进化 第二个欣赏齐菊的内容 就是齐菊它有些味道是 危险盘的味道是要拐弯的 是 除了直来直去 冲冲冲 沙沙沙沙 还有曲进通幽的味道 是的 我非常希望我们大家什么味道都能够 是 那这盘棋的最终结果是乌光亚六段 中盘战胜了料行文五段 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好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文档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